无法崛起的晶圆,老邻居印度的造新辛酸往事 来源,地球知识局。2018年似乎注定是属于晶圆的一年。 大国梦不仅需要资本和模式的不断翻涌,更需要这种关键性实业的支撑。 中兴事件不过是一个触发点,让中国人的晶圆之痛又一次发作。 然而世界上著几想要晶圆制造能力的崛起中国家绝不止中国而已。 尼赫鲁口中要么是大国,要么什么也不是的印度,近年来也在焦虑自己的晶圆之痛。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他们的晶圆之困,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 雷声大于脸小的扶持。 2018年4月,政党中兴与美国政府因为禁授令打的不可开交之时,印度政府悄然流出了一系列服务于其大国崛起战略的晶圆战略。 印度电子工业部准备在每一个邦都建立一个特大经济特区,主要服务于印度的电子制造业。 更准确地说,是晶圆制造业。 这个计划最宏伟的部分,是希望印度能在2020年实现晶圆完全国产化,从而使印度获得强大的技术自主能力。 此举似乎在向世人证明,印度高层已经意识到了晶圆自主化,对于印度崛起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这个需求甚至强大致的内容如下。 印度的这种需求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它们几乎完全没有晶圆制造的能力。 每年,印度都要从美国、日本、以色列、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进口大量晶圆。 由于混乱的计价体系,人们很难预估印度每年因此花费的外汇有多少,在此可以参考一下中国每年花费的2000亿美元。 庞大的外汇支出令印度不堪重负,来自中国的成品更是让印度有了对国家安全的深深恐惧。 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即将超过中国,而人均消费仍很低的国家,其对晶圆的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增不减。 为此,早在莫迪政府上台之前的国大党时代,印度就已经给出了非常具体的电子制造业扶持计划。 2012年的国家电子激励政策包括改良特别奖励计划,MSIPS,和集成电路制造激励计划两部分,向印度的电子制造类创业公司提供了不少政策和资金扶持。 MSIPS 如今,MSIPS基金已经基本花完,其他的计划也大多会在今年年底到期,印度晶圆产业却没有什么起色。 由于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速没有达到预期,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极为缓慢,靠底层选民起家的莫迪弱。 如果想要再续一届,势必要花更大的精力在扶贫和低端制造业扩大上,想要抽出资金去扶持极为高端的晶圆产业也是有心无力。 这一轮新的政策雷声很大,雨点却未必够大。 即使如此,烧了六年的钱却被不出成果还是令人觉得奇怪。 印度的晶圆制造业发生了什么?无法崛起的晶圆。 其实印度电子制造业这六年来遇到的问题中国人并不陌生。 在激励电子制造业的大方针下,国家带头注入的资金东一郎头西一棒吹,无头苍蝇一般的在产业链和研发环节流转。 正如中国晶圆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之初经历的失去的十年,每一个环节都分到了一点钱,却都不足以支撑其出限制的飞跃。 仅仅仅以设立工厂来说,建设一家合格的晶圆制造工厂需要2.5至50亿美元。 当年张汝京开创中心国际时,依靠私人关系重来了将近20亿美元,才建成了生产线。 那可是2003年的20亿美元。 而张汝京在大陆创业时已经是名声卓著的业界奇才,才能有如此强的号召力。 中芯国际将在2019年上半年试产14纳米工艺,将切入AI。 对于普通的印度晶圆制造商来说,要融到这笔钱可是不容易。 政府补贴最多100万计,还需要创业者与政府有助良好的关系。 。 负责官员还不能厌过拔毛拔太多,可在官僚主义行情的印度,这并不现实。 再加上莫迪政府去年的货币和税收制度双重改革,使得政府在短时间内失去了对补贴力度的估计能力,要拿钱越发困难。 。 第十四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小时候帮助父亲在火车站卖茶水。 指望外部投资也不太现实。 。 1991年,印度进入了外汇极为紧张的一段时间,对进口的限制激增。 首先受到波及的就是对社会经济影响较不明显,负面效果较为滞后的晶圆产业。 。 印度终止大量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进行的晶圆外貌,并成功地激怒了这些出口国地区,资本和技术大量撤出,一下子让印度晶圆制造业成为了无缘之水。 。 尽管此后印度有过修复和外国晶圆业关系的常识,但20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印度疯狂的民族主义思潮又一次让这一常识化为泡影。 。 1998年非法核试验之后,美国坚决地对印度实施了制裁,禁止几乎一切高科技产品进入印度,当然也包括晶圆和相关技术。 。 不过这可能也只是一个忌口而已。 。 事实上目前获准得到美国晶圆制造,和技术双重支持的国家只有以色列和爱尔兰两个,美国与印度所谓的天然盟友关系有几分成色,由此可见一般。 。 。 而印度在这方面的贸易保护政策依然不改,逐渐逼迫住其他有一定晶圆制造技术的外国公司离开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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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钱其实本可以用来建造至少三座大型晶圆工厂的。 印度的才是OK的。 。 印度晶圆制造业的问题还不止事前,基础建设的落后也大大制约了印度晶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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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印度西古邦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拒绝了一家晶圆制造商的办厂申请 据说当地政府是担心晶圆制造产生的废水废渣会影响当地的生存环境,站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上拒绝了投资者 然而实际原因是这座工厂会给当地脆弱的电力供应带来无法弥补的空缺 印度软铁园聚集的一些城市 好在当地政府找了个几口拒绝了办厂申请,不然还真是要为这家制造商捏一把汗 在高精度,流水化生产的晶圆厂房内时不时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恐怕远远大于他们的预估 卡纳塔克邦的铁路,这样的投资失败案例在印度并不罕见 在这样一个基础建设极不完善的国家,想大规模的开办厂房,需要的投入是超乎想象的 小米在印度建的第一座工厂其实是造充电宝的,划分两头 尽管有著种种缺陷,有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缺陷,然而这并不是说印度的晶圆制造业就毫无希望了 和中国早些年经历的困局相反,印度熟练技工齐缺,却不乏好的晶圆设计人员 大型的国际计算机,网际网络,甚至晶圆公司在印度外包基础的设计工作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甚至连高通都把一些偏能的研究业务交给了印度公司 BORQS在印度的分布是高通在印度唯一的技术许可证持有者,研究通过降低噪音,滤除背景声音并增强说话者的声音来改善扬声器功能的晶圆 虽然并非高通的核心业务,但印度的计算机工程师通这种外包服务,了解了主流的晶圆开发流程和少部分核心技术 BORQS于2016年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4G Android穿戴式设备 业界著名的英特尔、德州仪器、英伟达、通用电系、异法半导体都已经把一部分的研发机构转移到了印度 这批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班加罗尔、金奈、普纳等印度开发程度较高的城市 培训了大量熟练的晶圆研发工程师 班加罗尔的公司分部 印度晶圆制造的另一个利好消息是其正在不断崛起的国内数码产品市场 中国的电子设备市场正在逐渐走向宝盒 从一线城市的精英白领到18线城市的阿姨大业 人人都有至少一部到两部手机 在网继、网络市场的快速迭代与盈利中 电子实体制造业的部分产品萌类甚至已经出现了库存无法消化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晶圆制造也会因此进入无力可图的阶段 这其实是中国自主晶圆开发的一个可怕的悖论 而在印度、电子产品市场才刚刚进入轨道 即使在数量上已经全面开花 在质量上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晶圆行业能够看到明确的市场空间 当然印度的消费升级是不是真的能起来 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Freedom 251仅售4美元 在此基础上 安永公司也做出了和印度新政相近的预测 到2020年印度晶圆制造业将从2016至2017年的1000亿美元增至2280亿美元 年增长率为16%至23% 远远超过对印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期 然而研发能力和市场需求距离晶圆制造业的真正崛起 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印度最大的缺陷 还是在于事业无法落地 计算机晶圆上集成了上百万甚至上亿的电晶体 电路极为复杂 车间的操作精度和清洁度要求远远高于一般制造业 即使是在中国 也只有上海张江到苏州无锡一线的精密制造工厂 多年来培养的优秀工人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制造业凋敝 寄工培训混乱的印度 找到这样的优质劳动力并不容易 江苏将因长电科技组装车间求汉区域 求汉机台再给晶圆汉线 另外 支撑中国长江下游这一工商业重镇晶圆制造的 是源源不断的能源 水源和交通 可是即使在印度最发达的班加罗尔 稳定供电也只是在计算机产业原理的特殊福利 在城市更广大的区域 无论是民居还是大型厂房 供电供水都还不能令人满意 印度的晶圆制造业要从研发实验室走向车间和市场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信息时代 晶圆正如太空竞争时代的火箭 是搭载所有竞争力的基础平台 大国的崛起和竞争与这小小的晶圆大有干系 梦想崛起于南亚的印度 在晶圆制造之路上遇到了不亚于中国的困境 甚至起步更慢 笛子更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先发优势可以长久保持 印度的优点非常明确 缺点的改观也并非全无可能 恰好中兴事件又一次为中国的晶圆产业敲响了警钟 绝不是一件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